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外管炎需要做手术吗? 今香,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治医师 实际上谈到外管炎能不能做手术 也就谈到了周围血管外科这个学科发展的历程 那么这个周围血管病学这个学科 在中国发展到专科的成立 也就是近二三十年的光景 所以对脉管炎这个疾病的认识 也在逐渐的发展和进步 那么在早期的患者呢 很多血栓B三性的脉管炎患者 确实是经历了一些手术 比如说下肢的血管的搭桥手术 血管旁路移植术 还有就是下肢的动脉的支架的植入 包括球囊扩张术 但是呢随着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发展 这类疾病是和自身的免疫炎性反应密切相关的 所以在做一些闯伤性手术治疗的时候 往往会造成血管壁的损伤 以及血管自身免疫炎性反应的过度硬达 那么可能在做手术短期内 效果是可以看到血管复查的时候 血管的血流是通畅的 但是在刺激到免疫炎之后呢 反而会使下肢的这个血管 形成急性的动脉的血栓 所以这类疾病总体上来说 还是不选择手术治疗为一 专家提示 脉管炎早期选择手术治疗 通常会造成血管壁损伤 血管自身免疫炎性反应过度硬达 手术后短期内复查血管血流通畅 但刺激后发生免疫硬达 会导致下肢血管形成急性动脉血栓 所以此类疾病不宜选择手术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